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拉美是一片充满希望和升级的热土 而不是谁的后院 拉美人民需要的是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而不是强谦政治霸道霸力 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 独立自主发展振兴的共同愿望 让中国梦同拉美梦紧紧相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积极地开展对拉美的抗议合作 迄今我们累计 以及向拉丁美洲 包括加利比地区 提供了将近4亿剂的疫苗 和将近4000万件的抗议物资 去年中拉贸易额首次突破了4000亿美元 我们还成功举办了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 就未来三年 深化中拉战略互信和重点领域的无视合作 达成了新的广泛共识 正如拉美的预言所说 真正的朋友能够从世界的另一头触及到你的心里 中国将继续同拉美朋友一道 深化友谊 透宽合作 积极地构建中拉密语共同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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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